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来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真伟 修正一下真伟刚刚的结论 台积电跟联电 哪有台积电算什么 是在联电的领军之下 以及在面板股的领军之下 各位在这个礼拜五 大家万事如意 为什么 因为昨天冲到了14049点 尾盘给你下杀一下 好像觉得很危险 才跌几点 跌12点而已 你就觉得危险 是不是蔡老师跟你讲说 现阶段台湾股市 已经在太空时代 已经是太空缩 飞到了太空宇宙里 没有天花板的 我这么的明确告诉你 而且我告诉你 台股市要走黄金八年 不是黄金八点档 各位 是黄金八年 各位对不对 所以未来是不是一个字送给你 就是涨我从来没有含糊的 包括上节目以来 而且是从黄金十年变黄金九年 现阶段在一个月黄金 就是剩下黄金八年 因为现在已经12月4号了 各位有没有 所以今天的台湾股市再度的强涨 各位你觉得意外 我觉得一切如预期 所以我这边才会跟各位说 这个盘你看不懂的 怎么会看得懂 你知不知道今天没有涨的一大堆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这个盘 很多主力大户气得牙痒痒的 为什么 因为它不跟蔡老师的思考一样 我跟你说 现阶段走的就是低价 就是大股本 各位是不是 所以很多的一个什么直优的个股 趁机给你洗盘一下 让一些短线去借资金来操作的主力 你给我下轿 所以今天很多的一个主力 根本没有资本的 一天到晚爱炒作的全部下来 这就是惩罚投机客 所以我在那边告诉各位 做股票不要再走投机路线 你不是只是要赚一天 或者赚一个礼拜 你要赚满完整的八年 你有看过人家投机八年 能成功的吗 各位投机三个月就被抓去关了 还投机八年 所以跟着蔡老师走 知道吗 脚踏实地 用产业选股 把后面整段的赚保赚满 各位礼拜五 蔡老师的祝福不会打折 这才是最重要 看一言心邦就是接受蔡老师的祝福 股市的东西 你如果比我厉害 那你就不要看 那你如果认为蔡老师的节目 真的跟其他同业不一样 我希望你每天准时收看 甚至要叫你的朋友一起来看 因为绝对正面 蔡老师从来没有给你介绍什么主力股 小型股或者什么标股 什么买在最低点 卖在最高点 一天到晚在讲人家坏话 我有在这样干吗 讲好话都来不及了 还在那边讲坏话 讲坏话的人应该六日去爬一下 法谷山吧 各位对不对 来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各位是不是 健康才是无价的 股市这个东西都是魔术 你把你的健康跟家庭经营好 那才是人生的奇迹 各位好不好 那魔术呢 你怎么玩得赢 你如果随便玩得赢的话 人家为什么那么高层的人还去吃饭 对不对 还被拍到 然后还被讲出来 各位对不对 所以股市坏人很多 要小心啊 各位 太多太多的坏人都要骗你手上的钱 你不要以为说现阶段 蔡老师讲说黄金八年了 随便买随便赚 你自己去买买 看 你看今天是不是很多个股再杀下来 各位 只有蔡老师跟你讲的联电涨停板 为什么这样 我告诉各位 这个盘啊 没有风险啊 为什么 等台积电涨停板那一天啊 我再告诉你怎么看啊 联电那没有关系啊 各位你知道吗 联电礼拜一在涨停 没关系啦 我们害怕的就台积电涨停啊 各位知道吗 来 蔡老师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看 不管是盘中盘后还是晚上 今天没有 今天礼拜五 蔡老师休息一天 今天晚上要请客 所以说蔡老师的一个节目环环相扣 照顾个全球的投资人 来各位 我已经举例了 太空梭风圣号 从地球出发 要往火星 往木星 往土星 往天王星 然后呢 最后太阳系就是海王星 经过海王星之后 我们就要脱离太王系了 要往银河系去 各位对不对 所以你跟我讲说 看到多少点 都在乱拆啊 我还搞不清楚 都已经没有天花板 你要有办法测到压力 你是每天乱拆是不是啊 各位啊 不要去看一大堆 那边拆压力啦 目标价多少 那都在 给你鬼扯啊 各位啊 听蔡老师一句话 宇宙中没有天花板 知道吗 地球上完 产业能赢 来到宇宙转个不停 跟着风圣号 再三的跟你强调 宇宙中是没有天花板的 收盘啊 我们请导播打出来啊 这个数字也不错 今天收盘涨了155点 收在14132 各位高兴吧 今天最高来到14149 昨天最高多少 14049 有没有错 没错吧 今天最高 比昨天最高 又涨了100点 来 各位 枪在手跟我走 蔡老师不是带领你去当兵 是带领你买股票 各位知道吗 枪在手要跟着蔡老师走 知道吗 各位 要把握这个难得的机遇 增加自己的财富 没有什么是两支标股搞不定的 如果有那就三支 来 昨天连电已经走波段新高了 各位是不是 已经走新高了 我们都已经大胜特胜 大赚特赚 各位有没有 来 昨天再加上这个 联电报喜 吃到高通跟辉达的订单 不重要 这叫一切如预期 涨的时候 我们没有再看利多的 你看今天早上联电的一个股价 ADR 大涨了6.46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胜利的召唤 是 来 今天的一个联电 你注意看 神奇的荧幕 让你吓到 蔡老师印出来的时候 是11点46 那我那时候印章盖在这里 叫涨停板 我不盖在这里 我盖在这里 11点46分 那收盘是不是1点半 经过了两个小时 有没有蔡老师说的 来到涨停板 各位 看一下联电尾盘 有没有涨停板 请导播辛苦一下 有看到 各位 你不要跟我讲说 对老师我看到绿的 那代表你不能开车 你有色盲 各位那是红的 各位 47.6 各位有没有 是不是47.6 你什么时候看到 有老师能够带领你操作联电 台积电 然后转涨停板的 而且还是底部摇起来 全部都有证据 因为我跟别的节目完全不一样 尤其别的老师 很喜欢舌上功夫 涨的时候就跟你讲 我多久前就告诉你低点 然后跌了 所以就跟你讲 我多久前就告诉你 什么时候要卖 全部都在鬼扯 各位有没有 你看蔡老师证据在哪里 什么东西都是要凭真实力 跟所谓那个什么 道理逻辑 逻辑思维 各位有没有 11月19号 今天12月4号 11月19号 蔡老师跟你说 那会去啊 各位联电 10月底董事会已经准备好 147亿 然后开始 对不对 来 11月20 拉到331 外资高盛出来了 礼拜天11月22 放这个消息 你说老师 你怎么知道高盛 我告诉各位 蔡老师 玩股票 二十几年来 我从来不搞内线 我也从来不听 这种消息一面 我靠的是真实力 各位 你只要实力够 产业选股 这些好消息 会陆续不断 出现的来帮助你 就像你脚踏实地 做人一样 你不要怕 社会有什么坎坷 你遇到坎坷 都会有贵人 出现来帮你 各位你知不知道 高盛就是我们操作联电的贵人 他喊到545 我也不当一回事 我认为这都是害人的 外资圈丢这种报告 害台湾股民 已经害了30年了 不要说现阶段 台湾股市来到1万4 我们就把外资高高捧起来 说他多好多好 各位错 他也是害人的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们听好的 听他的产业面就好 其他他讲的说 叫你强力买进 由于大盘 全部都在鬼扯 然后那些分析师 只要一不准 就换一家公司 你知不知道 很恶劣 这个外资圈的一个 操盘的一个圈圈 也很小 大家都清楚 所以不要被他们骗了 知道吗 来 你看联电 11月23拉涨停 有没有 有吧 来 我是不是在节目上 就晚上的 2020年11月23号 晚上6点57分 跟你讲联电 这是这个 各位来 礼拜一到礼拜四嘛 对不对 23是不是礼拜一 礼拜一啊 礼拜一嘛 周一嘛 有没有 联电 是不是就这个 台积电 联电跟世界先进 是不是举联电为例 有吧 各位 超水准 有没有 光照是不是一样给你啊 创新高 因为他持有联电2万张嘛 我问各位 你看蔡老师的节目 你接收到的一个什么 一个资讯 包括全面性的东西 真的跟其他同业差太多了 其他同业几乎只是会跟你讲一只股票 他从来不会给你大范围 大面积的跟你讲这个产业有多好 你看蔡老师了解东西 一定是从上到下 一条融市的产业链 全部都讲给你听 因为未来还要赚8年 你总不可能 现阶段就投机化 你后面的钱都没得贪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你不要怕说 这行情是不是跑完了 行情不会跑完 重点是你根本就没有用心去找 能够发财的题材 那你一天到晚都在 做白日梦 当然 梦里什么都有 你也可以当台湾的总统 你也可以当大陆的一个总书记 但是你赶快去做梦 你不要醒来玩股票 股票是要真金 不怕火炼的 各位知道吗 不要一天到晚做白日梦 各位彩晶11月27跟你讲 谁相信 蔡老师的学员相信 都是肯定蔡老师之后 才来参加蔡老师的行列的 各位是不是 有没有 彩晶 然后11月30号 台股是不是大卖大跌 144点 我第二段在跟你讲大盘 你看美元是不是崩盘 买超第一名就是蔡老师跟你讲的彩晶 4万张 我问各位 这不是真实力 什么是真实力 外资11月30号 有没有 然后呢 第二名群创 第四名友达 我全部都在那一天跟你交代过 我跟你讲 就是要 因为你看嘛 低价 然后股本大 然后 你不要说老师 那传产股很多 对我知道 但是外资法人 不会去买那些传产股 传产股有时候都是大股东 自己在贾包的化身 就像现阶段 还有人什么 在喊轮胎要涨价 我就搞不清楚 轮胎是能赚多少钱 各位是不是笑掉大牙 记得笑掉大牙 要去补牙 不然会绕轰 各位知道吗 所以不要拿出来一些 二三线的题材那边 跟我讨论产业 我也会笑死 我会得内伤 因为我不会笑出声 我不会伤人 各位是不是知道 所以跟上来吧 全世界 全操作台湾股票 给你最棒的一个讯息 的一个蔡老师 知道吗 你看彩晶 有没有 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都公开验证 那那些一天到晚 都在买在低点 卖在高点的老师 有这样做验证吗 我节目是连美国 都收看得到 各位懂了吗 所以你来看看彩晶 来 彩晶今天 今天12月几号 今天12月4号 彩晶再创新高 有没有 有吧 友达一样11月30号 对不对跟你讲 大跌的时候就跟你讲 各位有没有 来 开始涨 涨到今天 有没有涨停板 因为昨天外资买超 两只老虎跑得快出现了 友达涨停 有没有 群创11月30号 一样跟你讲 有没有 懂面板不就是这样吗 那现在人家又在讲什么题材 我告诉你 现在的题材 是三只小猪 小声一点 因为我们不扯 政治面 三只小猪是什么样 你知道吗 就是都是英文字D D-RAM LCD 还有LED 三只小猪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三只小猪行情 懂了没 各位 你看看群创 今天12月4号又涨停 是不是不乱新高 那你要买股票 总是要买那些法人 后面会大买的 你才可以卖给他 不然你自己买 又没有人会买 那你出给谁 所以你看今天很多的主力要走路 都在在带自己的股票 没人来买他的股票 他的钱又是去掉的 各位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市场很黑暗 有时候那些主力不见得有钱 那是人家借钱的 那比高利贷还高利贷 所以他一天不涨 两天不涨 第三天就要赶快卖掉 很可怜 比计人车司机还可怜 你知道吗 所以不要去羡慕主力 那都是钢索上的一个什么 一个行走 一不小心就 衰落万丈深渊 这也不是你未来要走的路 跟着蔡老师走大马路就好 知道吗 所以你看看环球金也一样 今天也一样创新高 各位是不是 你来看看今天12月4号 675 是不是 那中美金是不是母贫子贵 对不对 11月24就跟你讲了吗 对不对 一直到今天 162.5 所以蔡老师所有的东西都放上网路 利用假日时间自己去补一下课 YouTube Lite TG网站 尤其海外的投资朋友 你不想要打电话的 你用Lite 来跟我们小编取得联系 我们会尽速的来跟你服务 YouTube最简单 全世界各地都看得到 你拿起手机搜寻品封 点击订阅 开启小铃铛 就会变已订阅 所有蔡老师的影片 都会发送到你的手机上 你就知道 原来这才是真正有绝对实力的老师 而且未来能够带领你走 完整的投资黄金八年的路 12月份不算 对不对 明年1月1号黄金八年 今年还算是黄金九年 最后一个月 各位对不对 所以产业选股获利必然 各位投资人的多宝格 什么样好的股票 你赶快买进去就对了 你没有办法的来蔡老师这里 我叫你买你就买就对了 我们就是拥有超前布局 领先法人的实力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没有什么是两支标股搞不定的 如果有我就给你三支标股 够了吧 庆祝本公司成立满16周年 蔡老师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尤其这个假日时间 这个温度蛮低的 记得要保暖 不方便穿大坏套的 戴一条围巾 因为你围在脖子上 你身体的温度会升下2到3度 又简单又方便 所以戴一条围巾再出门也好 知道吗各位 那六支大明咒跟蔡老师念一下 墙在手怎么办 跟着蔡老师走就对了 我们把节目时间先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告回来 继续请蔡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一言新邦 再把时间转给蔡老师 好了感谢曾伟 各位这个行情的一个发展 不是你们想象中的 是不是要走两步退一步 或者走三步退两步 各位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股票的一个变化 我告诉各位 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得准 就像蔡老师觉得今天 我在盘中接受访问的时候 电视台访问我就讲得很清楚 其实今天说实在的 随便涨要涨200点 你说老师就准了 涨155点 我告诉你那不及格 今天才涨155点而已 那些后面控盘的一个政府机构的人 通通没有年终 我告诉你 今天这个盘 如果我来控盘 起码涨200点 操作的好一点要涨300点 各位你知不知道 所以今天才涨155点而已 那当然有很多股票 很多阻力在跑路 现阶段人家查内线 你看绿电 你看多黑暗 原来那些绿电 不赚钱的公司 是这样炒作的 你现在才知道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蔡老师 带领你去买联电 这种名副其实 名门正派的股票 今天还有办法拉涨停 彩晶还有办法拉涨停 连友达跟所谓群创都有办法拉涨停 你干嘛还挺而走险去 走那些偏路 各位是不是 所以真正看得懂盘的很少 好好的跟上来 好不好 先把自己的平安顾好 刚比尔盖斯说一句话 我认同 他说这个疫情 明年春节 就是春天 大家就恢复了一个轨道 我觉得我非常认同他 各位 比尔盖斯是全世界 最富有的人 但是我告诉你 他自己也说 他是全世界最缺钱的人 我后面才了解 我也认同他这个论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慈善家 你如果做了慈善之后 你还敢说你是有钱人的话 那代表你自不量力 各位 你知道比尔盖斯 当初就跟全世界的福伦社有讲说 你如果能够消灭小儿麻痹的话 他可以给这个世界的RI福伦总会 一亿美金 你知不知道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大慈善家 他也想说 我觉得钱越做 应该要越多 为什么 因为真的是莫忘世上苦人多 我们不要搞正式色彩 真的是这样 所以大家行有余力 把股市的钱赚保之后 赶快去行善天下 你会得到不一样的一个感触 非常棒 各位 当然蔡老师的节目一定要支持的 全市场最棒的 带领各位一路过关斩将 各位市场在做什么 我都领先告诉你 各位有没有 来 礼拜一台股跌144点 你看多少媒体 多少的一个旁后跟你转空 为什么 因为巨量长黑 我是不是给你提出论点 我说这个臂涨 为什么 5月29 当天也是大卖 也是MS 现在调降权重 8月31 有没有 没有一个盘后节目 像蔡老师一样 这么脚踏实地的解盘 每个一天到晚都给你 卖名牌包包 卖车子一样 都在吃饱了 发烧 你看这支股票 我们拌都拆进去 不在拌涨停 每天都在敲锣打鼓 就差没拿电锅 跟菜刀出来卖而已 各位对不对 那你看那些节目 怎么会赚钱 装神弄鬼的 蔡老师跟你讲 台股的未来 未来的台股 你看见了吗 我是不是都只送 你这个字涨 我有在跟你讲说 涨到一万四 涨到一万三千五 涨到一万五千五 涨到一万六千九 不自量力 台股如果只是要 涨到一万六千九 也不要做 黄金八年 你涨到一万六千六 这是看起来 未来一年是涨两百点 是不是 各位 乱七八糟 画地自线 还远的很 跟上来就对了 各位 所以你看景气 就是多头的一个硬实力 各位有没有 你看 我是不是都跟你讲正面的 来 节目时间 你看 我还给你算这个 13820 站上就转强 有没有 有没有 各位 11月30号大跌 12月1号我跟你讲 结果尾盘大涨162点 各位是不是 是不是站上 所以我告诉你 这种行情能赚到钱的 太少太少了 你一定要找对老师 各位知道吗 来 所以你来看看 这样一路的一个过关斩将 到今天再创新高 各位 我们赚的是不是很脚踏实地 各位 今天早上美股科技股又走强 来 那当然最关键的 蔡老师的一个什么 时间又快结束了 这些空头要讲一下 这昨天有人发问 问菩萨为何导作 探众生不肯回头 我觉得这最关键 不要再去做空了 做多真的拥有无限的商机 做空只是在硬赌气而已 就算有一天大跌300点 明天也是涨回来给你 所以各位看看蔡老师的一个什么 一个节目收益良多 所有的没有讲完的 蔡老师有机会都会带领你 一档接着一档的转不停 所以说记得 投资人的多宝格 你也可以自己找 没有的话来蔡老师这里 蔡老师帮你找 已经来到宇宙了 不要画地自现 这句话记得 宇宙中是没有天花板的 蔡老师邀请你加入我的一个团队 让各位感受最大的温暖 记得 各位老话一句 枪在手怎么办 跟着蔡老师走就对了 一通电话解决你所有操作股票的麻烦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和所推介分析的 个别有加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终于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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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